大家好,咱们开始商业插画的第13讲 依旧是图形创意表现手法 上一节课咱们介绍了两个 然后咱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技巧 这节课咱们主要给大家介绍 比如说共生图形 它通过创造性的表现形式 利用共用空间、共用形、共用线等设计要素 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 它有共享同一空间、同一边缘轮廓 相互依存、构成完整的统一体 这个是咱们的共生图形的概念 比较典型的就是在咱们几千年前 中国人就已经有这个太奇这样的一个八卦图 所以说这个是咱们老祖宗最早的一个共用图形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包括在咱们几千年以前已经有像瓦当啊 然后青铜器啊 上面已经有了这个共用图形的这样的一个早期模板 比如说这个是以身式虎徒 这是两只老虎 共用一个脑袋 然后来吃这个人 包括右边这个兔子 其实他们都是共用了一只耳朵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瓦当 包括六子针头 其实这个可以 你可以看作是六个小孩 其中这儿趴了一个如果把它砍成头 这砍成脚这样的来看的话 其实它整个是有很多小孩都共用着不同的部位 包括这个最早的这种图形 像这个是像少林寺都差不多用这样的一个图形 作为他们的logo 这个是如果这样看 这个是一个脸 这个是一个人的脸 是吧 这个是他们俩的身子 如果是在在在这个组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等说这两个半脸组成这一个头 是吧 然后再组成这样一个人体 这样等说是三个人 公用图形在国外用的还是相当广泛的 尤其是在戏剧上面 包括咱们的用插画的形式 或者是艺术的形式和其他形式来表现 就是更深的含义 这个当时是美国识学大师兰尼索曼斯设计的罗密欧与朱利叶 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两个人相爱 中间危机四伏 所以说这个是其实他们的共用性就是一把刀 这是一个匕首 这是嘴 这是刀 刀尖 对吧 这是刀把啊 大概就是这个是他们的脖子做成的这个心啊 所以说这个就有一个是比较深层的含义 然后他们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余异比较有趣的这样一个海报 然后包括这个和平的面容 这个是比加索当时画的 这是一个和平歌 这个是他的橄榄枝 这样做成的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嘛 就是和平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虚假的 或者是说他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嘛 右边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海报 共生图形就是在创造上利用了形的相似性 互介互生 互共用相生 一中求同 使一个形象巧妙的融入对方的形态中 从而成为对方整体中的一部分 形成多形组合的有机体 所以说他们都是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包括这个是一家人 其中这个是男人 这个是女人 这是条狗 这是一个鸟 然后在他们的虫中 你看又可以有一匹马 大家也没有看出来 这是一匹马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共用型 包括右边的海报 都是共用了其中的 是吧 一个眼睛 然后来来进行一个叠加 所以说他们就是用了正形跟负形之间的变化 使观者产生双观的感受 用一条轮廓或界定两个紧密相连 互相衬多的形体 包括这个是一匹马 上面是一个月亮 它举着一个月亮 其实跟音符一样 这个都属于这种戏剧海报 包括右边也是 这都是正在喝着奶茶或者喝着水 然后这个设计成的音符嘛 跟这个头发 跟那音符进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共用 共生 它们主要都是一种虚构 或者是一种比较有含义的这样的一种图形 组合在一起 所以说这样的感觉就是视觉上比较强烈 比较有趣 让人过目难忘 就是在不合理中求合理 反常中求正常 平淡中见神器的方式 给人以新奇刺激独特的感受 这个就需要平常大家要多加去留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是吧 能把它能够叠加在一起 或者组合在一起 就是能够做出非常好玩的东西来 包括这个手琴跟人的脸 是吧 这个琴弦断了也是他的头发 说说这都是很巧妙 包括这个斑马 然后这个人 然后这个图形里面 比如说有这种堆秤的 是吧 对秤的共用 共生 就跟咱们刚才老祖宗那些 什么鱼呀 是吧 兔子呀 他们都这样的一个堆秤的共生 可能就是现在还有一种装饰性 可以用在其他的一些 就是工业上 或者是陶罐上是吧 今天用装饰作用 这个都是当时的一个戏剧海报 戏剧海报在欧洲都是特别常用的一种艺术形式来揭示现实的生活或现实的这些人性 所以说他们的海报做的一般都引人思考 所以用的这种 工程图形这种相关性还比较多一些 包括这样的 包括这种像都是电影海报 包括这个大灰狼与小红帽 这个是一本书童话故事嘛 对吧 都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就是这童话故事里的一个故事 包括像这个是海明威在写字 他上面的就是又是书又是纲笔 所以说又是灯 是吧 他就比较多的这样的含义 要是说比较好阐释人物性格 包括这大子团中的这些鸟 大子团中的这些这些植物 都可以跟人相关 包括莎士比亚 是吧 然后人们之间的握手 其实就是就是潜在的人性 大家都是互相在这个讨好中 或者是这个互相尊重的过程中 其实他们都是互相在竞争 或者在在比拟 包括这些图形也是一样的 像这个就是当时在八 你是八十年 但是很有名的一张海报 就是白人这是黑人的脸 这是一个反歧视的海报 像这个是绝世月的海报 这个就是这个是埃什尔化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包括在商业幅告里面用的也是相当多 这是牛仔裤的海报 就是说通过形的共用 是吧 说明这牛仔裤 它可以多角度多维度的进行展示 就是比较好的能说它这个牛仔裤 它的一个比较好的韧性也好 还是它的一个材质是吧 像这个人物 这个共生图形在咱们整个的创作过程中都是特别常用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它掌握 接下来就是矛盾空间 这个主要是在二维和三维之间进行的一个转化 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稍微难了一些 但是在如果能做出来以后 其实还是很震撼的 它有点像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3D画 对吧 像这种3D3D画 这种在地上画一个很立体的场景 其实它就是一个在平面里发生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H2画的 这个在平面里面一步步走 就走成立体 然后再走回去 就是矛盾空间主要用了试点的交换和转换 然后表现出客观世界中无法存在的幻想空间 形成一个介于二维和三维之间就无法比拟的立体性空间 包括中国古代的这样的马 马塔飞燕 是吧 这位是狗 其实它是你又看是三维 它又是二维 但是它这形体 你说它这个是身子 这个是后面的身子 前半身子 但它们之间都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关系 但实际是不存在的 只有在这种画面中才能表现出来 像这样的 这个是福田凡雄设计的很多这样的作品 都是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包括这样的空间在里面 其实这个又是窗户 又是这样的左边窗户 又右边的窗户 所以说它还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在表现起来的话 其实它就是让普通人的视觉上没之一震 这个是这种比较常见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 二维跟三维的 虚拟的跟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这种词都属于矛盾空间 间变图形 这个就是在从A到Z之间的一个中介体 将A自然的间变成Z 使之形成另一种物体 从A到Z就是ABCD一直到Z 就是这个比如说是A是吧 这个是Z 就中间进行各种过渡 把它过渡成另一种形状 现在不是说把凤姐过渡成 比如说反冰冰是吧 中间有这样的图 大家都可以搜 这还很好玩的 像这种桥洞的帆船 像这种人跟腰之间的这样的过渡 其实它就是构建了这样的一种视觉想象 大家都可以从中比较深刻的去感受 整个作者他想表达出来的这种含义 像这种犬跟女人 白天鹅黑天鹅 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个大自然之间的变化 比如说你又可以表露出这个鱼是吧 很新鲜 然后它新鲜成什么 就是大自然中的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或者或者这种很有很有意义的 很新鲜的这样一种感觉 就从鱼然后过渡过渡一直到鲜花 这个就是一种比较超越咱们现在的一种想象的 就是更为复杂或者是他就够就是让他逻辑性可能更更强一些 一步步怎么来过渡过来 如果你要形容这个鱼跟花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很难的 但通过这样的一个广告或者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是吧 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比喻下来 基本就是大家接受起来比较容易 而且你在整个视觉上来说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震撼一点的 包括你采的这个烤肉和和这个新鲜的食食材之间 怎么样进行这样的一个过渡 所以说他们都是用很巧妙而且还是化工比较牛一些 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比较繁复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包括这种小人跟城市是吧 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可以这么去理解了 所以说咱们在平常创作中 如果是自己有意想表达这样的一种 两者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直接关系 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渡 就是一个大家能够视觉上能接受的这样的 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